缅甸军事政变 家人们接下来我们为着缅甸来祷告 自从2021年的2月缅甸军事政变之后呢 他们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且会持续的恶化 所以我们祷告当地的基督徒 他们排名是全球首望名单当中 他们是大幅提升的一个国家之一 那因为我们无法想象 缅甸的弟兄姐妹的悲伤恐惧和痛苦 这是来自敞开门的其中的一个缅甸的人说的一段留言 他是说 每天我都能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声音 声音来自离我家只有一站公车的距离的地方 晚上大多数的大概是晚上八点之前 之后都不会开灯 没有人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有时会在晚上还有半夜左右会听到枪声 所以他们白天要留在室内 除了买杂货以外 他们不能出去 他居住的地方是市中心 没有安全保障 他也说请为我和我家人安全祈祷 那我们祷告的是说 祈求神触摸当地的缅甸居士的领导人的心 让他们渴望和平与和解 那我们第二个祷告的是为缅甸的教会屈膝祷告 祈求国家和平 让他们每个属神的百姓 使他们因为在这个震动当中受创 他们的灵心要完全的苏醒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祈求神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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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祈求神触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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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讓你來賢明表明你是多麼愛他們的 你是他們的父親 因為這一次的整個因為軍事的政變 他們在危險之中 向你來禱告 保守他們 保護他們 幫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尋找 他們能夠從你而來的自由跟信心當中 因為他們真的是能夠恢復 謝謝主 阿美 主你真的保守每一個緬甸的居民 百姓他們真的不要免於恐懼 主保守他們裡面有一個大平安 主好像真的這樣的一個局勢動盪 主人心也黃黃 主我們禱告你真的讓當地的基督徒起來 主特別剛剛禱告他們要蘇醒 他們靈禮要蘇醒 他們要起來向你呼求 他們要起來為這個國家來禱告 為他們自己所處的國家城市來禱告 主我們禱告你真的讓基督徒要起來 蘇醒 蘇醒 所以聖靈的臨風啊 你來吹 把那個真的是吹 把他們吹醒 吹醒 但是喚醒他們 喚醒他們 主我們禱告讓他們起來 他們可以起來 為他們的城市守望跟禱告的 主我們禱告你讓那個所有的 真的是整個的政局 主真的都在一個平安裡面 主我們禱告 主唯有你能夠做 唯有你能夠做 所以我們向你肯求主 主照按著你的心意 坐在緬甸的這個國家上面 主是按著你的心意 主你的心意如何 主你就按著你的心意來做 謝謝主耶穌 阿妹阿妹 社主主啊 願你真的是 要柔軟他們 當地軍人的心 然後他們 也幫助當地的教會 主要讓他們 能夠來 完全的來建造 而且 然後讓那些 軍人 讓他們就是 融化他們的心 能夠來到這個教會 來接受那個福音 主啊也願你 願你幫助當地的弟兄姊妹 主啊你的神 大人要彰顯在他們的當中 其實他們被逼迫 但是主啊 主啊願你這個神 激起是要領到他們 是 要領到他們 要完全的讓他們 經歷到神 完全經歷到那個神的恩典 謝謝主 阿妹阿妹 主是的我們也祷告 主你來救 主這樣跟如同剛剛說的 主你真的讓整個的 就是那個執政者 執政者或者是 就是另外一黨的 主讓他們真的有在一個神的裡面 主是在一個合一裡面 和平安裡面 主我們祷告你自己來做 你自己來做 主真的是當地 主不再動盪 主是我們祷告 讓整個的戰火快快的結束 快快的結束 主是 是真的願你的公益彰顯在緬甸 主願你的正職彰顯在緬甸 願你的真的是平安彰顯在緬甸 主耶穌我們謝謝你 謝謝主耶穌 謝謝主耶穌 你來做 你來做 謝謝主耶穌 主謝謝你 謝謝主 謝謝耶穌 將來祷告奉耶穌的名 Amen 家人們接下來我們為著阿富汗來祷告 我們為著那些害怕塔利班統治的人來祈禱 其中包含婦女 秘密基督徒 還有美國支持的前政府工作人員 願他們受到保護 求主奇妙的將他們恐懼的心變成勇敢 使他們在阿富汗當中做言做光 在加拉太書五章一節這樣說到 基督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穩 不要再被奴徒的惡俠制 Amen 我們一起來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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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主耶穌主要感謝你讚美你 是 在將整個阿富汗交到你的面前 是 我們知道當你的 你看到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在哭泣的時候 你也在哭泣 是 我們知道你對你的阿富汗的關心 超過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關係跟表達 是 也求你真的要整個在阿富汗當中要創造一個奇蹟 保護你的孩子們 和所有其他被阿富汗面臨到嚴重侵犯的時候的那些人 主啊 願你祝福在這個國家當中 要從絕望和殘酷中轉變成讚美你聖明的國家 謝謝主 Amen 主啊 是的 你愛這個國家勝於我們的祷告 主我們真的祷告不足以愛這個國家 所以我們仍然要祷告 主啊 發動這個國家的基督徒 起來 為他們的城市 為他們的國家祷告 Amen 主啊 是的 只有他們的祷告 主 讓他們的 我們借著他們祷告要搖動你的手 搖動你的手 Amen 指息這個戰火吧 指息這個真的是侵略 主 這個軍事的武力 主我們真的祷告你來指息 指息 主啊 是的 主 真的是 遙動 主啊 真的是 願你全然保守屬於你的 屬於你的 屬於你的 主啊 願你真的將他們的祷告 主啊 就化成他們的力量 主啊 願你真的將力量加在他們身上 主啊 也願你真的 能夠 能夠來垂聽他們的祷告 以及其他 各個國家為他們 阿富汗來祷告的這些 這些祷告的內容 主啊 願你真的是 能夠將他們的那個懼怕變為一個勇敢 勇敢 使他們不再 懼怕當地的環境 主啊 他們 他們要因為 因為愛你主啊 他們要做 是 他們有一些 力量 一些勇敢來 來做 合乎你 你主要叫 你的啟示 要交代他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能夠知道他們要做的是什麼 是 謝謝主 謝謝主耶穌 Amen 奉耶穌為你祷告 Amen 家人們接下來我們為著以色列來求平安來祷告 在3月下旬到現在 但以色列發生一系列的恐怖襲擊 以及暴力衝突的不斷 所以 警方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要做準備 從災月開始與復活節等宗教節日重疊 所以 5月 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要紀念他們之間爆發的 去年爆發為期11天的全面衝突 一周年的紀念 所以 因為這一次的恐怖攻擊之後 那 局勢有加征 所以他們的總理 他們總理都在呼籲說 有持有槍支執照的以色列人 隨身攜帶槍支 與此同時 警方還 全部的 當地的警方 還暫停了所有的培訓 然後加強當地的部署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為 以色列各城市和加薩不再有攻擊平民事件發生 那第二個我們為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示禁 平安來禱告 因為他們的宗教節日有重疊 對 我們一起來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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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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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保守保守他们 主啊我们也想到 主啊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战争 那么长期 主我们祷告 你真的是人心里面 他们真的不再动荡 主真的是人心有一个大平安 主我们也祷告 你也给他们智慧 主给他们智慧 真的怎么样来解决 只有你能够做 因为真的你的心意 在以色列上 你是要成就的 所以我们祷告 主你要我们第一个 就是一直在为以色列求平安 所以我们就向你呼求 呼求主你来保守这个以色列 保守这个国家 真的让他们平安 平安 主啊你也在他们当中长 让他们起来呼求你 起来呼求你 主让以色列的人起来呼求你 呼求主耶稣 呼求主耶稣 社主主要让他们的以色列世界都是一个平安的 主要也愿你 也愿你 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的当中 主要让每个人都能够来呼求你 主要就愿你来掌权整个以色列 主要愿你这是将那个智慧 智慧更多的充满在总理 还有一些一些国防上面 主要因为他们真的是谈判的当中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主要平安就要在领导的当中 主要你的和平就要领导的当中 主要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为着以色列 谢谢主 奉好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Amen 奉好耶稣基督名祝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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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